Hello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鸡头城 指风车剧团联手屏农戏剧人才培训人员 于屏农艺术馆演出经典巨马鸡城故事 送给孩童最欢乐的儿童节礼物 屏农县长周春明邀请学童一起观赏气氛欢乐 周春明表示 基层故事于屏农艺术馆演出12场 除了4场亲子场开放民众免费锁票之外 并与教育处合作举办8场校园限定场 邀请县内共53所国小学童 从屏北到屏南的学校将近5000名小朋友走入剧场 还有小琉球跟春的学童们远道而来 体验专业剧场演出 让艺术与教育结合培养艺文素养 今年我们屏农县政府准备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的儿童节礼物 也是我很大很大的心愿 就是我们屏农的小朋友能够到我们的表演艺术馆 我们的演艺厅来看一出戏 而且是指风车的戏 那今年呢我们在很快的时间里面筹备完成 那也非常谢谢指风车的支持跟配合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们在儿童节的前夕 让屏冬有将近50所 有将近5000位的小朋友们 能够进到我们屏冬的这个艺术馆 然后来看指风车的这个基层故事 那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参与基层故事的演员 大多来自指风车屏农戏剧人才培训的学员 历经两年多扎实密集的训练 站上专业场馆的舞台 将培训的成果呈现给屏冬的孩童 透过戏剧寓教娱乐 让孩子从故事中学习爱与关怀 那当初我有跟县长讲说 其实我们小孩子如果 他因为屏冬线100公里 起步是100公里的长 那如果孩子可以从那么偏遠的地方 跑到艺术馆来看一个完整的戏 他有灯光 有音响 有表演 那这个一定是很棒的 那想不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到每一个县市都讲 都说希望有一天可以讲 那其实今天非常兴奋是 小米县长答应了 然后就做了 竟然有53千的孩子可以来看 我想这是我们小时候 一个很大的愿望 以及指风车一个 非常的核心价值 基层故事改变自西方经典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及西城故事 故事中原本势不两立的两大家族相互较劲 为了镇城之宝狗眼石 竟引来狗足觊觎 机密们最后抛开成件 一起勇敢守护家园 可爱的演出造型 加上朗朗上口的动听曲目 让全场小朋友看得十分投入 一起感受戏剧带来的欢乐魔力 记者张璐一 刘建荣采访报道